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三亚做核酸被偶遇 吓到蹲在地上 被曝江拿着花瓶走红毯 11月15日 有网友晒出在三亚机场偶遇迪丽热巴的画面 黑色戏穿搭线身的热巴清爽裤萨 正在等待核酸检测的他时 不时插腰歪着脑袋看向正在做核酸的人 俏皮又可爱 不过 等到了自己的时候 热巴似乎有些害怕了 吓得蹲在地上好一阵 像几小时候被妈妈带去打针的小朋友 不得不说 前一秒还是酷萨欲解 下一秒就变成奶蒙软妹子 这反差蒙也是过于可爱了 据悉此次现身三亚的热巴是为了参加明天11月16日制足GQ年度盛典 虽然盛典还没有开始 不过在今日网上曝光了一份GQ盛典出场方式 其中 热巴的出场可以说格外新颖 网传热巴将要在盛典红毯上拿着小花瓶出场 而且 走到中间摔碎露出场腿 不仅是热巴 其他明星的出场方式同样很独特 比如朱正廷跳中国舞走红毯 张若云端着酒杯边走边喝 白净庭踩滑板车走红毯 总之每位嘉宾的出场方式都不一样 可谓是花样百出 期待直瞬间拉满 而值得一提的是 在制足GQ年度盛典上 迪丽热巴将和洋洋这对荣耀CP将同框 今年因合作《你是我的荣耀》这部剧让人从戏中科到戏外的热巴和洋洋 再度同框的两个人真的是让人充满惊喜 而在GQ年度盛典的预热宣传中 迪丽热巴和洋洋这对荣耀夫妇似乎就开始发售后堂了 有细心的网友注意到 在GQ官微晒出的与洋洋和迪丽热巴的微信聊天动态中 洋洋的状态是打游戏 热巴的状态则是宇航员 目前 洋洋也已经到达三亚 期待明天GQ盛典上帅气的洋洋 也期待看到她和热巴这对荣耀夫妇的更多售后填堂啊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